我歡迎各位傳媒的朋友 今天出席我們這個記者招待會 因為我們今天的時間是比較緊迫一些的 所以我們一切都重拣 我們在昨天一個內部的會議 是一次通過在昨天成立了 民主思路這個組織 今天特別是趁這個機會 跟大家介紹我們的成員和我們的架構 和我們這個組織的一些目標 大家在手上可能都有一個 我們給傳媒朋友的一個資料的文件夾 裏邊有我們的中英文的成立宣言 算我因為時間關係 我不在這裡宣讀 但是簡單來說 大家可能都了解到 我們是一班非常關心香港前景的有心人 我們目前面對政改正面臨被否決 社會是極度撕裂 中央和香港特別是泛民主派的關係 是已經去到可謂谷底 在我們的心目中 我們是沒有任何的假想敵 但是我們堅信 我們應該在這個時候 是在建制和泛民之間 是希望尋找到一條新的出路 給香港人是多一個選擇 我們的目標是不希望政改的失敗 是會拖垮了一國兩制的實踐 我們不希望看到香港社會內部不斷增壓 香港和北京不斷建拔老張 我們很希望 我們可以香港人 首先要 找到一個共識 怎樣在民主路上繼續走下去 我們也都覺得比較遺憾 就是現時香港人 對於自己的身份的認知 似乎比較混淆 我們也都希望 透過我們的智庫和平台的工作 在這幾方面 是作出我們的承擔和努力 我首先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部分的成員 我必須在這裏澄清 首先各位的文件夾上 是有一張 我們這個理事會成員的清單 這張清單 大家可以看到 總共我們的理事會 到現時為止有18位成員 今天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出席 其餘的 我們還是有一些成員 他們是因為 無論是個人的理由 或者是某些 即是 他們的職業的理由 是不方便 成為我們理事會的一位成員 但是他們會在下面的 這個研究中心 和倡議平台 都是繼續幫我們出力的 在這方面 我特別有一件事 澄清 就是昨天 有個別的傳媒 報道了 迪志遠先生 是我們的理事會的成員之一 我必須在這裏說清楚 他目前不是我們的成員之一 並不是我們的成員之一 如果大家一會有興趣 我們可以談談這個問題 但我覺得這個問題 對於我們的成立 其實是沒有絕對的關係 第二件事我想說說 就是我們的架構的 簡單的架構的介紹 或者我站起來比較容易 大家看到 我們這個智庫 是有兩位的榮譽顧問 他們不是我們的成員來的 但是他們樂意 在法律和公務員 或者政府架構方面 給我們一些意見 兩位就是大家都熟悉的 澤兆堂先生和黃銘萍先生 在我們的理事會裏邊 我會是暫時出任 召集人 我們的秘書長 將會是張楚勇教授 我們下面是有一位 袁梨昌先生 就是我們現時的總幹事 他是會負責日常的 大部分運作的職責的 我們這個組織 是分開兩個不同的部分 第一個部分 就是我們的研究中心 這個是可以說 是一般智庫的最基本的工作 也是最純粹做智庫的工作 在這方面 我們邀請了陳祖惟教授 和葉建文教授 是負責做召集人 但是他們會在我們這個組織裏邊 是組織一個另外一個小組 是專門負責做研究工作 在另一邊我們有一個叫做倡議平台 這個是一個我們這個組織 和全香港市民的接觸點 我們希望透過一些媒體的建立 是和香港人有接收信息和推廣信息的功能 這個平台暫時是由劉培榮先生和賴卓斌先生負責 賴先生今天就沒有空 他現在身在海外 所以就未能出席 稍後問題我們會邀請劉先生 說我們講解一下 來到這裡 或者我將時間交給陳祖惟教授 首先給他講講我們研究中心的一些概念來工作 不是國會人介紹一下自己 OK 或者在我們講解我們的工作之前 我們首先給我們一個機會 我們的成員和各位見面 好嗎 或者我們由Lawrence開始 簡單講講你叫什麼 或者在做什麼 大師傅 張採用是香港城市大學去教政治的 大家好,陳祖惟,在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教政治 湯家驊,我是牧師系立法會議員 大家好,我是葉建民,在城市大學教政治 大家好,我是延黎昌,我在港大和中大教國際關係和戰略 大家好,我是劉沛榮,我是一個公共事務和全信的官民 大家好,我是陳明正,將會在新加坡Yale and U.S. College 教政治 好,簡單介紹完,馬上有問題,大家可以向他們提問 首先,我現在就交給葉建民教授講講我們研究中心的工作 好,大家好 大家好,我想簡單講講我們這個組織研究的重點 其實我想最關鍵我們想了解的問題或者探討的問題就是 回歸以來香港和內地兩地的互動以及特區管治的種種的關鍵問題 而具體來說,我們會集中四個範疇 第一,就是一國兩制之下的香港和內地關係 第二,就是民主發展 第三,公民社會的發展 而第四,就是特區管治的質素問題 具體而言,我們的研究主要透過我們組織裏面的專家學者 但我們也同時會積極地和學界、專業界別和公民社會尋求各方面的合作 我們也會就局部課題透過一些外判的方式去和各間院校協作 所以重點其實我們是集中一些比較方向性的一個為主的課題 我們強調一個以知識為本 就著一國兩制的關鍵問題去促進各方面的討論和對話 我想我簡單介紹到這裡 接下來我請張老師幫你討論 我幫你討論 各位朋友大家好 剛才你也聽見汪妮所說 民主思路這個平台的目標就是一國兩制大原則的情況下 爭取民主發展的最大空間 而我們作為一個倡議的平台 我們有幾方面的工作是可以做的 希望透過不同的媒介 首先就是一些學術交流 大家可以見到在我們民主思路裡面的理事會 是很多大家熟悉的學術界人士 我們會透過各方面的專業才能 就是論壇、研討會 就透過這個學術交流 是我們其中一個溝通的媒介 另一方面就是一些媒體 或者是一些網絡 大家知道 相信今時今日 大家每日瀏覽手機 上網的時間可能比大家讀播 或者讀書的時間更加多 所以我們這個平台一定會在這方面去著手 設立一些能夠跟持份者進行互動、溝通的媒介 既可以就不同的研究項目、發表意見 長遠來說 亦都可以一息當手 就不同的社會議題作出回應 第三就是文章發表 我們相信倡議是需要建基於有系統的論述 而要讓社會大眾對這些論述有認識 我們必須透過文字 所以這個平台會很重視文章的發表 期望能夠就著不同的研究項目 或在社會議題引起大家的討論和關注 另一方面就是社區的參與 民主思路其中一個成立的目標 就是希望凝聚社會上大多數的民主派支持者 因此我們歡迎各位和我們理念相近的朋友 參與這個平台討論 集思廣益 而最後就是建立群組 民主思路的倡議平台在現階段 是會設立一個執行委員會 去進行我們剛才所提及的各項工作 有關執行委員會的具體情況 或者我們留待稍後的時間 會再和大家分享 好嗎? 我們到這為止 謝謝安理 在我們開放提問時間之前 或者我簡單再講講 我們這個組織的一些資料給大家聽 可能你們第一個問題就會問 為什麼叫做民主思路 其實理由很簡單的 民主當然是我們大家 我們這麼多位的共同的目標 思路呢 其實我們是一個 我們覺得我們是一個 思想型的一個群組 我們透過智庫的模式 作研究的工作 至於最後那個路的字呢 代表了我們這麼多人呢 都是認同在現在的政治環境 社會狀態之下 有必要去尋找第三條出路 所以這個名字呢 就是總括了我們 很簡單的 成立這個組織的宗旨 剛才有位朋友問 為什麼用紫色 答案都很簡單 所有顏色都被人用光了 但是紫色是代表勇氣 我覺得我們在這個時刻 提出 叫做香港尋找第三條道路呢 是需要相當大的勇氣 我們這個組織的所有成員 都願意拿出他們的勇氣 為香港作出適當的承擔 可能另一個問題 你們會問為什麼會以今天 或者昨天 我們成立這個智庫 為什麼不是投票之後 或者是今天有什麼玄機 會不會影響到投票結果 答案就是不會影響投票結果 我是會否決這個政改方案 其實我一早 或者很多時候 透過不同的媒體的訪問 我都講得很清楚 我們組織這個 這個智庫和平台呢 我們沒有一個時間上的死線 我們認為 我們做了所有籌備工作 應該做的事情 就是時候去見香港市民 我們到現在為止 而我們一切架構上 或者工作上的分配 都已經大致上是鎖定了 我們已經是開啟了一個網頁 其實兩點半個小時 剛才我們記者會開始的時候 我相信我們的網頁已經是正式開放了 大家可以上網去看到 那個地址就很簡單的 就是powerfordemocracy.org 大家等一下可以上去看看 給我們一些意見 我們可以怎樣去改進 另外我們現在在密析一個地方 作為我們的辦事處 但是在我們籌備的過程中 我們都發覺籌款 或者籌備經費呢 也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們早日成立呢 也都可能 也都希望呢 是有助於我們將來 籌款的工作 可能會更加貼近我們的目標 目前來說呢 我們的經費 和我們的預算案的目標 還是有少少距離 遲至今日呢 我們覺得 在投票前 成立這個平台 和智庫呢 不是一個不適合的時候 但是投票後 香港的政治環境會是怎樣 其實我們也都比較難去意料 但我相信大家都認為 比較是難預料的 所以在這一刻 我們宣布成立民主思路呢 我覺得是適當的 也都希望大家呢 是接受我們今天這個決定 那我們現在可以開放提問了 請問各位朋友 有什麼問題想問 成立這個民主思路呢 會影響到你 即是在香港或者之後的去向 還有怕不怕會跟香港人打入仔細心 首先呢 就今天我們是成立這個智庫 我就不想討論我個人的問題 我覺得這樣 就對我們 我現在坐在這裡 跟我一起共事的同事呢 是不是太公平 適當的時候呢 我一定會繼續回應這個問題的 謝謝 謝謝 因為黃承智的事件呢 他就私下跟我講 就是說 因為那件事件呢 他認為現在不是一個適合的時間呢 是繼續參與他們的工作 我們大家都同意呢 就是 就是 將這個問題呢 首先 擱下 將來大家有機會合作呢 我相信是有空間的 你會知道是有成志被動的地方嗎 是成志公開發表了一些 他自己個人的意見 引致民主黨有一些討論 在那段時間呢 迪志遠先生已經跟我說 他覺得 不想因為這些爭論呢 影響到我們 成立這個 智庫和平台的工作 我想現在說參政 都是比較言之上早 大家可以留意到 其實我們這些成員呢 其實各方面不同的政治光譜呢 都有代表在這裡的 我們的目的是要影響 不但只影響香港人 對於民主 對一國兩制的看法 我們都希望呢 有必要的話呢 我們都希望影響到 北京的 對香港的看法 那所以呢 我們會在各個不同的層面呢 是透過分工 做我們的 為我們的目標呢 是去努力的 至於 我們要做些什麼事情 對於我們 試圖影響香港的政治文化 最是有效呢 我相信我們都要摸著石頭過河 看看我們將來的工作 成效有幾大 在這一刻呢 我就絕對覺得 不是討論 是不是要 找人去參政的時候 但是我自己個人呢 在這方面 是持有一個開放的態度 但是如果你說要找人去參政 我們一定要需要有人願意參政才行 那麼 這個組織 我希望呢 是可以培育到一些 比較年輕的 對香港 勇於承擔的人士呢 他們在這方面 可以吸取一些經驗 然後他們最後 作決定 他們將來是 為香港可不可以 作進一步的承擔 請問你覺得 現在社會沒有見到 一國兩制的看法的影響 和你們有沒有見到 長生的影響 有什麼事情呢 我覺得社會對一國兩制 是有些相當 即是不同的看法的 因為這個政改的問題呢 也都令到某些人呢 是持有些比較極端一些的看法 例如 政改 是不是只是應該 由香港人自己作主呢 是不需要理會中央的考慮呢 或者甚至乎不需要和中央去尋求共識呢 中央會不會也都覺得 只要他作出一個決定 香港人就絕對 義無反悔地 全面接收中央的決定呢 我覺得這些這樣的主張 或者是給香港人的訊息呢 是令到很多香港人 對於一國兩制真正的意義呢 是存在一些疑惑 甚至乎是有一些質疑 那我很希望呢 我們在這方面會盡我們的努力呢 是去找出一個 可以妥善處理這個問題的方法 你們有哪些活動的第一跑 他會不會弄一下研究報告啊 或者你剛才講到 你們想要去北京看法 會不會訪京 我們訪京 我想現在講得太早了 我想我們首先的主要工作 是會面向香港人 我們覺得我們是需要 從事一些一般的智庫的工作 和一些倡議平台的工作 智庫的工作呢 當然我們不會排除 不但由學者主導 去作出學術上的研究 也都會做一些有需要的話 我們會收集社會的數據 包括去做民調 在倡議平台那方面呢 我們希望透過平台的建立 去接收和散播一些信息 令到我們對香港人的 對一國兩制的看法呢 了解是會更加能夠準確去掌握 和加深我們的認知 在這裡的工作呢 我相信大家都要了解到 這些工作就不是一朝一夕 可以有成果 或者是一朝一夕 可以和社會有所交代 我們相信這個過程本身呢 無論對教育我們自己 或者是教育香港人呢 都會是有幫助的 有沒有聽過香港人 是有影響的問題 或者是看年輕人 或者是在哪裏面的 在哪裏面的 在哪裏面的情況下 年輕人會是 我們是一個重點之一 大家都看到我們 都有一些不少的年輕人 是參加我們的工作 那這方面呢 我相信我們是會 教育多花多一點時間 去探討年輕人 對於政治 對於一國兩制 對於我們怎樣爭取民主 是我們會比較著重一些的 但是你們怎樣可以 能夠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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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打一遍青人的思維 即是人事人家 有沒有辦法 使用的 我們會希望透過這個 倡議平台去 做多一點點東西 或者在這方面 我們要叫 Joseph和Alton 我們來講講 你們的看法呢 所以你一定可以 給Alton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想首先這個問題 怎樣打一遍青人的思維呢 這個問題本身是 我想有一個 就是rephrasing 即是重組一下 因為我不認為年輕人 其實是一個特別的群組 他們是一些很講道理 他們是一些很明白社會狀況 他們是一些很關心社會的人 我不認為需要把他們特定地畫出來 然後說他們是年輕人 反而這件事會障礙溝通 我想我們最需要做的第一步工作 就不是講話 而是聽 我想我們第一步工作 就會盡快去收集多些 各個不同的群組的意見 去多些聆聽他們的聲音 和他們的看法 去整合他們的看法 我想在我們的研究過程 特別是倡議平台的工作上面 我們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方針 就是我們是不會閉門造居的 我們相信我們現在做的任何的研究 是必須有充分的社會參與 所以在未來的日子裏面 我們會其中一個很關鍵需要做的 就是要去用一些社會大眾 都能夠理解到的 和討論到的方法 去傳遞我們的訊息 還有最重要的是 建立一個真正的平台 讓大家交流和回序意見 將那些意見帶回到他們的研究過程 而不是我們先研究一些東西 然後再進入他們的思維 這個會是我們的工作的方針 當然想問一下 其實現在社會上有很多智庫 亦都分和路線 第三條的一些組織 正在都有 我想問你們的組織 你覺得可以突破這些東西 按照我的理解 屬於民主派的智庫 或者一些組織 即不是政黨的組織 老實說真的不是那麼多 另外一個我們不同的地方 正如我所說的 我們是研究與倡議並重 我們是由一個研究中心 剛才都聽到我們的同事 包括Alton說 我們都非常著重 透過這個倡議的平台 收集不同的聲音 然後作出一些適當的分析和研究 然後希望提出一些我們主張的意見 這個這樣的架構的模式 我的理解到目前為止 都香港未有一些雙等的組織 是做同等的工作 或者是這樣的分工 剛才說的經驗就是 政改期間 邦爾比也好 或者在做很多學習都好 都曾經做過很多 可能學術基礎的研究 亦都有些報告 即是美國中央的 但是對中央有沒有提及 大家都很清楚 那我想問現在在做這件事的時候 那個成效 即你有些什麼期望 正改到目前為止 給我的感覺 就是中央只是著重於 立法會的票 對於我們民間倡議的 無論是不同的方案 或者是意見 他們似乎表達他們的看法的機會 和場合都是非常之少 他們只是最著重的是 可以在立法會裡 可以爭取到多少票 去支持政改通過 我們認為這樣的模式 去處理香港民主發展 其實不是太過恰當的 我們組織這個組織的 其中一個主要的目的 就是希望改變 無論是北京 或者香港的政治文化 不要只是著重 政改過不過到關 那一刻 而是要先前 大家要有足夠的了解 和相當程度的共識 我們要滿足到 一國兩制之中的一國 但是亦都不可以忽略 兩制的重要性 這個一向來講 對香港人來說 是一個相當具有挑戰性的課題 所以我們希望 是用一個 挑出關架的模式 去處理未來政改的問題 首先這個平台 沒有去參與這次政改的投票 他們都沒有票 我是唯一一個有票的 我是會否決這個政改方案 所以我的立場 應該是相當清晰的了 這個立場並不代表 我們這個民主思路的立場 因為正如我所講 這個是一個智庫 和一個倡議平台 將來 將來 是否需要 影響到北京 對於民主發展 是有些不同的看法 或者處理的方法 香港人在思維上 是否應該有所調整呢 我相信這個會是民主思路 面對的主要工作的部分 我亦都難以去預測 下一次政改的時候 我會不會還是手中有票 去贊成或者反對這個政改 因為希望所有朋友都明白 這問題就不算這团 뜻 不是我這個組織 目前最關注的問題 例如所周知,您是根本认计,做法定的一切, 您可以决定和您所谓的一些更新的数据。 您所谓的原则,您能 öğren计和我们的数据, 我们既然来设定想建立一个设施。 我们选择一谈到、除了最后, 并且建立一个设计的最重要的设计。 we also wish to set up an interactive platform whereby we can gauge the opinion of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as well as to push forward our ideas as to how to improve the political culture in Hong Kong Our immediate concern obviously is whether the failure of political reform would lead to an erosion and even the collaps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We understand that our society is deeply divided over this issue of political reform We can see that there has never been a healthy relationship between Beijing and the Pan-Democrats and in fact at this moment there is no relationship to speak of Bearing in mind these rather disheartening factors, I think we would wish to establish a new way forward to provide Hong Kong people with another alternative and see if this new approach would make any difference in helping Hong Kong to achieve its goals both as regards the development of democracy and the realisation of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concept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we will have any clear opinions or any more about any negative politics We are not a state that we are a business of confidence We are not a lockdown we are a business of confidence We will be a political action 但是在目前來講 我們暫時看不到 如果有議員加入的話 對於我們現在做的工作 是會有什麼特別的影響 我覺得這個問題我們都是要留待 我們開始運作了一段時間之後 我們還要重新檢視有沒有這樣的需要 即是它不會在一個叫票裡面嗎 如果你說叫票 是說政改通過或者不通過 那肯定就不是啦 其實大家都知道 其實到了這一刻還有人說叫票 我覺得是都幾樂視社會的現實的情況 將來我覺得我們就不適合去談及 即是有沒有叫票這件事 將來我們香港的政治形勢如何發展 民主派將會如何發展 我相信大家都有能力去改變的 可能也都需要有所改變 那我相信現在發生了什麼框架 因為其實之前你非常多講過 其實就是會改一個框架 即是如果今次真的有這樣的 法治新聞可能會有可能做不同的框架 即或者你們研究的時候 會不會都是研究一下 就是在下面有些什麼空間 我們目前是沒有任何的構思去研究 任何的政改方案 正如我剛才強調 我們是看一些更加大的問題 就是一國兩制怎樣可以落實 怎樣可以建立到 即是香港人對一國兩制的看法 影響到北京對一國兩制的看法 所以政改方案 對不起 在目前為止不是我們的議程之內 對香港人來說 對香港人來說 是這樣的一個共產黨 是一個共產黨的一個共產黨 當然是一個共產黨 非在香港人來說 是一種共產黨 亦非在香港人來說 是一種共產黨 無論如何 我們都要去探究 找他們兩者 香港人來說 我認為香港人 可能會 可能 可能會 這個逐端的 一些人的 在未来的激烈场合选择 几个厉害的特点 我们会採取一个 middle-of-the-road approach 和尝试各方面的心思 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我们确实是一个挑战的 但是我认为我们去做的事情 我们会知道我们会否成功 所以我们想去做一个比较多的事情 能力 too not be in LAGCO not as a political party? no I think at the moment everybody can see to what extent LAGCO is functioning to its fullest extent I think that as a think tank we will concentrate on finding out and making suggestions and hopefully if we come up with some good suggestions 希望政府和民主要考慮 因為我們有同一種目標 我們是在香港成立一個自由的自由 我明白這是所有想法 Rani 請問一下 在一年年紀錄和經費提議有什麼需要 會在什麼渠道可以籌合這些經費 我們目前就不想公開我們對於經費預算的看法 當然大家都應該可以了解 至乎如果多些經費我們做事可能是全面一些 可能快一些 少些經費我們的工作可能會更加艱距一些 可能會更慢一些 所以在目前來講我們是有個初步的預算案 但是不是等於我們達不到這個預算案 我們就不會去進行我們的工作 在這方面我們會繼續努力 我們的目標目前是局限於商界 但是當我們成立了這個組織之後 我們希望香港的一般的市民 都可以因為支持我們的工作 而作出他們對我們的經濟上的支持 我們將來會在我們的母業上更加詳細去講述 這一方面我們的期望是怎樣的 Ronnie 三十年前其實都已經有會員的成立了 當時都有中間派 都有成立了商業的經濟的學者 或者其他社會的經濟的事 都只是想到一個人的經濟 但是到了今天 當年似乎就算是分裂之路了 你今天這個新的經濟 其實在這個combination都可以相似 你擔不擔心將來發展下去 都會出現多少個情況 我覺得從政者不可以從這個角度去想 大家都知道我們很多時候都應該有一個 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一個心態 你不去繼續嘗試繼續努力 你是永遠不會有成功的一天 過去的失敗其實可以是給我們一些良好的經驗 或者教訓我們可以知道我們未來那條路 應該怎樣走 我們遇到困難的時候 我們應該怎樣去跨越這些困難 所以我覺得過去的失敗 對我們來說絕對不是一個可以說服到我們 現在就袖手旁觀 不去作出我剛才所說的進一步的努力的原因 你覺得每點被罪人的教訓 我覺得我不想批評其他的政黨 我希望你原諒我 會點成立的時候 我們都是一個可能乳臭味乾的年輕人 所以我希望大家原諒我這一點 我現在目前所要處理的 就是香港現在這個局面 這個局面是比會點出現的時候 是更加令人擔心的 所以我們要處理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要加倍努力 我們不可以單單引用以前其他政黨或者政團 去處理當時社會情形的方式 或者是守法或者是看法 去處理今天我們遇到的困難 我想問回呢就是呢 你由這個民主司律有品 到那個陳日成立呢 用了多少時間呢 中聯辦和北京有沒有就著你成立這個 如果真的去到那一刻的時候我當然是會了 但是大家都留意到 就算我公民黨到今天為止 我們都有毛孟靖 都有自己的一些不同的主張 昨天我看到我留意到 郭嘉琪都成立了一個網上的平台 那就是你可以看到公民黨 目前是一個非常之多元化 和自由性相當高的一個政黨來的 那我們就無謂在這裡去糾纏了 對不起 第一個問題是嗎 第一個問題是你問問洋洋洋 我想我們花了有沒有兩個月時間 不止兩個多月時間 有沒有中聯辦的溝通是沒有的 沒有的 那當然呢 我上北京的時候呢 北京的官員都有 即大家聊天的時候有講過 我看過報紙哦 你好像在搞這件事哦 現在搞成怎樣啊 那我都是一句回答了一句 我們現在只是籌備著 哪位官員 北京的官員 那裡的時間 你現在才會拿著 什麼時候會有些具體的進展 這個情況是 我們現在的一個問題 就是會有進展 我們現在的看法就是 倡議平台就是一直會計 一直不停地在運作 不停地去接收 和去散貨一些 就是我們目前大家認同的一些訊息 但是至少研究工作那方面,或者我給Ray講一講。 我想我們今天之後,來的一兩個月, 我想我們其實還有一些具體的實務性的工作要處理, 因為我們當然裏面有很多學者, 但是我們都要建立一個全職的研究團隊, 所以我們馬上要聘請全職的研究主任, 這個可能在在需時, 但是我相信也很難想像我們去2017, 都沒有任何發表, 所以我想我們會更加深入, 我會期望一年之內, 我們會有一些具體的看法, 活動會出台, 但是比如一兩個月, 可能依然會在一個行政工作準備上, 多一點。 阿菊,長官,我問你, 你有一個項目呢, 是主要包括那個政治, 還是比如有些社會最新的一些問題去做, 你又會研究, 還是怎樣? 比如高鐵, 或者那些, 即是一來兩檢, 或者之前的那些項目, 你會不會有一個的建議, 還是政治, 還是研究一個兩題? 我想我先回答, 跟著陳教授補充, 我想我們不是一個政黨, 我們不可以就所有問題, 去有一個回應, 有一個看法, 我想我們從一個, 我們所謂的研究本位, 研究就不是說, 對某件事即時的看法, 我們會強調是一個比較深入一點的分析, 甚至可能一個比較深層一點的討論, 所以如果講我們研究導響, 我們會集中一些比較方向性的, 長遠性的, 就住一國兩制, 特別是香港和內地之間的 互動的關鍵問題上面去著墨那些, 一些好事務性的, 或者政策性的題目, 未必是我們重點, 當然我們如果能力所及, 可能我們都會涉及的, 但那個就未必是我們的焦點所長, 蔡麗有沒有補充? 我想我補充一下, 就是我們當然主要的研究題目是政治性的, 剛才已經講了, 就是包括一國兩制, 公民社會的發展, 民主的發展和政治質素, 但我們都不單止是做一些純基礎性的學術性研究, 我們希望將我們這些研究的觀點, 和時事有結合的, 尤其是一些社會上發生的重要議題, 尤其是如果那些議題, 譬如牽涉高鐵, 或者是新界的發展, 是跟我們剛才講的幾樣東西直接有關係的, 跟民主發展有關係, 跟管治業有關係, 跟所謂本土的意識發展有關係, 跟一個兩制有關係, 我們都可以利用這些具體的時事問題, 來帶出我們一些分析, 這裏我們這個研究團隊, 是需要跟這個倡議平台一起合作, 他們都會不斷告訴我們, 究竟有些什麼重要的議題, 其實我們不可能不發聲, 我們到時一定會盡快盡可能, 可能用個別成員的身份, 表達意見, 或者如果很重要的話, 我們需要去做一些即時的分析, 那些未必是有好深入的研究, 但是做一些分析, 和一些意見的表達, 都是可能有需要的, 或者大家都理解到, 我們剛剛成立, 我們的資源都是相當有限的, 大家其實看到我們的成員, 都有很多, 都有他們跟傳媒接觸的機會, 或者發展他們意見的一些空間, 他們我相信, 都會管住我們這個組織的宗旨, 在不同的時候, 從他們的崗位, 都會提出一些意見的, 但最終你說, 如果我們這個民主思路, 有一個真正代表組織的一些指導性的意見, 我們需要一些時間去醞釀, 和去研究, 就不是好像有些議員, 或者政黨那樣, 可能即時會走到大家的麥克風, 即時可以有一個反應給到你們, 希望你們理解我們這個組織的不同的性質, 那個特性。 我覺得一個兩制目前最大的危機, 就是一國的兩制那個界線, 是應該怎樣滑, 北京和香港人, 特別是香港民主派, 是缺乏一些最低程度的互信和了解, 令到很多時候, 一方面, 單方面的某些言行, 都會被對方誤解, 或者甚至乎是作一些陰謀論的一些揣測, 進一步, 是令到建立一個健康的關係, 是非常之困難, 我想這些都是大眾, 目前大家都可以看到的一種, 不是太過理想的一些現象, 我們會首先從這些現象, 去研究一下怎樣去消除這些問題。 我可以再補充一下, 其實我們都內部開始已經討論這些問題, 雖然未有什麼的成果, 但討論已經開始了, 一國兩制, 究竟有什麼爭議的地方呢? 我覺得, 就我個人的意見就是, 首先就是從中央的角度來講, 他們對於什麼是國家主權, 總之所重的表達方式, 什麼是國家安全, 什麼是國家利益, 還有當所謂中央和香港有矛盾的時候, 他期望的解決這些矛盾的香港人, 所應該表達的態度和行為是什麼呢? 這裏, 我覺得是需要深入私有下, 我們都要探討一下, 一國兩制白皮書, 譬如, 裏面所講的意見, 有多少是, 其實我們是覺得可以接受, 有什麼我們覺得是要提出來, 有些質疑的, 有些澄清的。 另外就是, 香港人這邊, 即是中央強調說, 香港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 一國兩制所理解的香港, 是一個資本主義的地方, 很多時候不同的官員, 對所謂香港的資本主義, 的性質和核心價值, 都有他們的詮釋, 但是這些詮釋, 是不是就是我們香港人所能夠接受的呢? 究竟我們怎樣理解我們這一制的獨特性呢? 和我們希望的所謂高度自治, 和北京所理解的高度自治, 有沒有不同呢? 這些我覺得過去在不同的政治事件裏面, 都令人覺得, 其實雙方對這些問題, 還有很大的落差的認識, 它的危險就是, 大家其實還未有一套, 相當程度有共識的一個論述出來, 我們希望在這裏做多些研究, 和做多些溝通的工作。 如果沒有其他問題, 就多謝各位今天出席, 我們這個記者主導會, 多謝各位, 如下你們想和我們其他成員接觸呢? 我們網上是有他們的一些簡介, 大家都可以分別接觸不同的成員, 多謝各位。 我們報告我們所有事情的、 該讓我們出席、 尤其是非常非常高 Cancer Grant,